在我手上這部就是Sony 新出的Xperia 1 III 手機 有4K 120、10B HDR 和 Real-Time IEF-E 正東西之餘 還新增了我拍片最喜歡的 Ascenetone Color Profile 接下來這部影片就會跟大家分享 究竟一個拍攝師和拍攝師會怎樣看這部手機 馬上來個用這部手機拍攝的Cinematic Intro Cinematic Intro 其實我一向對手機拍攝就不太大興趣了 因為我一直覺得用手機拍出來的Quality 沒有大機拍出來的質感 但今次Sony第一次問我有沒有興趣去測試新機 我就決定去試一下 不過老實說這部手機真的給了我驚喜 事不宜遲我們一起來馬上看看這部手機是什麼了解 今次Xperia 1 Mark 5 採用了Sony全新的獨家CMOS2 Layer Transistor Pixel Sensor 全靠這個技術比上一代的Lowlight Performance提升了一倍 不僅雜訊降低了 低光拍攝的Skin tone都比較自然 對於我喜歡拍攝日出日落或者是夜景這些 絕對是一個加分位 它的Sensor這次也大了 你知道Sensor一大了就整個畫面的整體質素都會好 也很感謝它的Sensor技術 也會令整個畫面更加清潔 當在高光差的環境拍攝的時候 都非常佩服它的Highlight和Shadow位置的細節 都保留得很好 而且它的質素都會比較出 就算在一些複雜的光線下拍攝人像的時候 我都可以拍到一個很自然的質感 現在我們在這個天台拍攝的鏡頭 都尚算是非常清潔 可以看看 我覺得真是過分地清潔 細節是很出色的 而且最重要是沒有什麼聲音 Sony Xperia 1 Mark 5 都採用了上一代的三鏡頭設計 有它的主鏡頭輪眼鏡 有一個Ultra輪眼鏡 另外也有一個Tele的Zoom鏡 究竟Sony是怎樣把一個Tele鏡 塞進這個這麼小的手機裡面 真的完全想不到它是怎樣做到的 還要是光學變焦 有4K一連形 有Ascenetone I don't know 基本上跟我這部Alpha相機的功能差不多 我自己本身超喜歡用Tele鏡 很喜歡它有一個很壓縮的畫面給我 好幾年前我剛入坑的時候 我的朋友還在說Nifty Fifty的時候 我已經經常在用Tele鏡頭 當我一知道Sony有Tele鏡頭塞進這個手機裡面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正! 這次Xperia 1 Mk5 新增了這個Ascenetone color profile 對我來說其實這東西是非常適合的 它是有種解釋不到的Cinematic效果 是有少少那種 菲林很organic的質感 就好像摸到畫面一樣 Skin tone roll off 都會自然一些 Overall的Contract和鮮度都沒有那麼強 通常相機尤其是手機 都會有那種Digital sharpening 令到整條片是很假的 我就不太喜歡那種效果 所以有Ascenetone也是其中一個很吸引 嘗試這部手機的原因 但沒有說平時我們SDR拍的質感是不好 即是我們平時說的Reximo 9 只不過是如果有得選擇 其實我都會選Ascenetone 譬如如果我要拍廣告 影片是要很鮮明的 我都會寧願用Ascenetone拍完之後 然後在後期再調鮮明 因此我把相機或手機在前期功夫上已經弄鮮明了 這樣就不能在後期有個空間去調校 配合它的4K120 我們就可以在後期有個空間去放慢 令到它有一種很dreamy 很surreal 很cinematic的效果 尤其是拍攝一些比較動態的畫面的時候 效果就會比較明顯 比較突出 我覺得其實有這個creative freedom來講 其實是真的非常之好 再配合這個ND filter 就可以令到我們的shutter speed推慢一些 它的motion blur就會比較自然 令到整個畫面的電影感就非常之強 那說到質感和色彩 也新增了平時alpha相機都有的creative look 基本上就是一些預設的color preset給我們選擇 製造了一些不同的質感和色彩的相片 或者片給我們 而且都不會損失任何的畫質 例如FL、IN 這些都是一些我比較喜歡的creative look 其實這些creative look 都很基於自己的個人喜好和用途 沒有說誰比較漂亮、誰比較差 老實說 其實平時我自己用alpha相機的時候 都基本上沒有碰過這些東西 不過如果你說手機來說 有時都會自己拍照片 拍片做紀錄 如果有這些creative look 都會很方便 因為我自己都會有習慣 是會特意開IG 用裡面的filter去拍照或者拍片 然後再測試你 都會有些不方便 更加會影響畫質 所以有這個option在這裡 我覺得都不錯的 好,OK 準備3,2,1,go 好,神經病 好,3,2,1,go 好,OK 這樣開始用這部手機的時候 第一樣要注意到的位置就是它的景深 是非常自然的 有點像是我們平時用Sony相機的質感 論到景深這方面 自然它的AutoFocus都非常重要 有它上一代的real time tracking 可以實時追蹤我們想拍攝的主體 另外也有object tracking這個功能 只要你點一點螢幕 你想要Focus的位置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track住那個位置 你就可以專心去做一些運鏡 或者構圖 如果是我們拍攝人的主體的時候 它還可以自動啟動 IAF 實時追蹤主體的眼球 要留意 Object Tracking 這件事只局限於 4K 30 或以下的像素和格數 去到 4K 60 或 4K 120 時 就會變回它平時的 AUTO FOCUS 不過老實說 大家也知道 SONY 相機的自動對焦功能都非常穩固 今次 SONY 都將這個技術放進手機裏 所以其實如果沒有 IAF 而言 用它平時的自動對焦都不需要太擔心 我覺得一個不錯的加分位就是這部手機可以當作我們平時用 SONY 相機的外面鏡 它會像我們平時的其他專業的拍片外面鏡頭 都會有些 Zebra 、 Guideline 、 Force color 、 Waveform 等等的功能 還有 平時我們跟 Model 合作拍攝時 都可以讓它們看看我們正在取得的構圖 除此之外 SONY 這幾年都逐漸新增得越來越多這些進階的拍片功能 到它們的 Consumer 或 Prosumer 級的相機 甚至是手機裡面 例如以前 SONY VENICE 電影機才有的 S&A Tone 已經是一點 另外還有加設了 Focus Peaking 和 Histogram 令我們更加準確地看 Focus 和曝光 我拍照和拍片的時候 都基本上一定會用到這兩個功能 因為這兩樣東西我覺得是最最一定要做到完美的位置 如果你 Outflow 或者是曝光其中一件東西 你整條片或者整張照片多漂亮 運鏡多漂亮都沒用 所以學會用這些功能都可以幫助到我們在每次設定的曝光 或者 Focus 時都拿捏得更加準確 這次我第一次接觸 SONY Xperia 的手機 老實說我已經覺得它的性能和影像都完全超出我 在想像範圍之內 這部就像是一個放得到褲袋的一個 Full Frame 相機 再加上三支大光圈的鏡頭的一個手機 說了這麼久 究竟這部手機適合哪些用家去使用呢 我自己覺得其實這部手機很適合一些 Content Creator 去使用 它的規模都幾乎達到一些專業級的水平 另外也很適合一些追求影像 追求畫質的用家 尤其是喜歡拍大景 Golden Hour 甚至夜景的用家去使用 另外我也覺得很適合一些想看 Alpha 相機的一些用家 但又覺得 哇 這些 Alpha 相機就太貴了 這部手機都很適合你們去使用 可以見到 SONY 這次主要都是 Target Prosumer 或者是追求拍照片的用家 至於這部手機會不會取得到我們用的無反相機呢 我又暫時覺得未必會的 但將來有沒有這個機會 我覺得絕對是有這個可能 其實到最後 說到拍攝來說 我自己都是喜歡用大機去拍攝 因為有那種聚手的感覺 拍起來都爽一點 另外畫質也絕對是漂亮一點 最重要是什麼 型的 拿大機拍攝當然是型一點 但如果論到日常去拍攝來說 我又覺得這部手機絕對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你們好嗎 選擇當地拍攝